80岁杨本芬,60年婚姻有幸无爱,丈夫不出轨无家暴,却被精神凌虐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年书的朋友,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杨本芬趴厨房灶台边写作,80岁出版了处女作《秋元》,豆瓣评价高达8,9分。 在读者眼里,她不仅大气晚成,还和丈夫相濡以沫,60年不离不弃,事业爱情双丰收,简直是人生赢家。 然而,杨本芬再次撰题小说《我本芬方众》,却告知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,丈夫对自己冷暴力,精神虐待,60年婚姻有幸无爱,谁都没能获得幸福。 那么,这对夫妻究竟是怎么回事? 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杨本芬笔下的婚姻真相。 上世纪60年代,杨本芬的爸爸饿死了,妈妈带着弟弟从湖南乡下逃荒走了。 小小年纪的杨本芬不得不自谋出路,她跑到江西一边打工,一边求学。 为了,因为爸爸曾是就官吏,她被学校下,放了。 正当绝望之际,认识没几天的吕医师对她说, 你要是想读书,我可以帮助你。 杨本芬的绝望一扫而光,眼睛都亮了。 你讲的是真话,不是信口开河吧。 吕医师信誓旦旦的,你以后可以再考学校, 不管你以后考取什么学校,我都送你读书。 她顿了顿,又说,不过,你要嫁给我。 此时,杨本芬只知道吕医师是县医院的内科医师。 除此之外,她不知道她多少岁, 更不知道她什么性格,什么家庭背景。 然而,为了留在县里,不到二十岁的杨本芬匆匆嫁给了吕医师。 她的长相是我喜欢的。 何况她还答应送我读书。 新婚第一天,杨本芬嘱咐丈夫。 我准备去对上劳动,赚点公分养活自己,替你减轻负担。 不过,以后我还是想考学校,你平时要替我多留心点, 有什么学校招考,一定要告诉我。 吕医师懒懒地来了一句,当农民也不错,单位上有我赚钱,农村有你,栽栽种种,还能养点积压,顶好的。 杨本芬一听,这不对啊,你不是说让我考学校,难道你只是说说而已? 吕医师立马搪塞道,目前只怕没有学校可考。 到处都在下,放,这是不能急。 杨本芬如同五雷轰顶,恍然大悟,自己被骗昏了。 她昏了头,为了一时力闪昏,结果根本来不及考验对方的人品。 吕医师没有房子,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。 杨本芬怕周围人说自己是寄生虫,她在丈夫的宿舍带着独座针毡。 于是,她跑去附近的生产队干工,分到了一间屋子,独自住在那里。 一天,一个八十岁的婆婆告诉她, 妹子呀,你住的那个屋不到一个月,死了十一个人,有一对做饼的刘洋夫妻。 住不到三天,就双双死在床上。 原来,这里闹过一次人,温,死了很多人。 杨本芬害怕极了,想让丈夫晚上过来陪自己。 生产队和医院相聚只有一公里, 可吕医师每周末来一次,晚上还要赶回医院。 你还要回去?要回去,怕院里有事。 杨本芬挽留丈夫,一晚不在,医院不会有什么事的, 今晚还是别回去了,你陪陪我。 吕医师像没听见一样,头也不回地提脚走人。 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,杨本芬愣住,呆呆地想。 她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她的工作,同事。 她也不太喜欢同我讲话,只和她的同事才有讲不完的话。 她过惯了单身生活,没有家的概念,我也不敢去打扰她。 哎,我总觉得结婚不应该是这样。 因为无法从丈夫那儿获得温暖,杨本芬越发努力干活。 她希望能独立生活,不依靠他人。 工作之余,她跑去图书馆看书、学习,以便换份更好的工作。 后来,杨本芬成了一名会计,从死过人的屋子,搬到单位的职工宿舍。 未料好日子没过几天,杨本芬发现自己怀孕了。 从这以后,她考学校的梦想彻底破灭了。 孩子来了。 念书,前程这些都与我无缘了。 怎么可能拖着孩子去念书呢? 有了孩子,我从此就算是捆在这个一点也不像家的家里了。 因为生孩子,杨本芬丢了工作。 怀孕期间,她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,砍柴种菜,烧火煮饭,打扫卫生,洗衣服。 吕医师是家务活,一点都不会帮忙。 扫把倒地了,她都不会服一下。 一天,杨本芬吩咐丈夫,帮我抬下脚盆,把水倒进隔壁的尿桶里去。 吕医师坐在一把椅子上,屁,骨都不挪一下。 自己的事自己处理。 不要搞得娇生惯养。 杨本芬只好挺着大肚子,用脸盆一盆一盆咬了水去隔壁倒掉。 八个月身孕的时候,杨本芬请求丈夫。 我都八个多月了,你要多回来一两次,给我壮壮胆。 吕医师眉头眉脑地来了一句。 命要紧。 杨本芬梦了,一头雾水。 什么意思呀?命要紧,难道我会把你吃掉不成? 我只是想你多回来几次陪陪我。 吕医师不吭声,过了一会,他还是那句,命要紧。 杨本芬投胎是个女儿,吕医师反应淡淡的,还是很少回来。 一天,他好不容易在家待了一天。 杨本芬说,你睡在我脚头好吗? 我身上痛,起来一次很困难,要是女儿哭,你起来帮帮我。 吕医师却搬了铺盖,睡在躺椅上。 我怕血腥味,不睡床上,再说也不能搞得你娇声惯痒。 半夜三更,孩子哭醒了。 吕医师在躺椅上呼呼大睡,杨本芬只好忍痛爬起来哄。 出了月子,杨本芬就背着女儿找了份切药的工作。 她每天起早摸黑的切药,带孩子,做家务,吕医师还是老样子,家务是一点都不愿意做的。 不过,要是妻子偶尔没有做好,她就不高兴。 一天,吕医师来吃中午饭,发现炉子还没生起来,煎鸡蛋半天煎不熟。 她突然火了,连锅带菜趴得往地上一扔。 杨本芬看着好好的食物被糟蹋了,气得大哭。 我一餐饭没按时做好,你居然能发这么大的火,实在太过分了,真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。 女儿满周岁那天,杨本芬带着女儿出去玩,回来发现屋子着火了,被子蚊帐衣服全烧没了,只剩一张光秃秃的床。 她一下子背从中来。 一遍一遍地想,为什么自己命这么不好? 学没上诚,也没找到个正经工作,若有个温馨的家,倒是莫大的安慰,却不承想丈夫对我如此冷漠。 想着想着,杨本芬钻了牛角尖,她找了根谅医生,打算一聊百聊。 就在她做傻事的时候,女儿的哭声传入了耳朵。 杨本芬心底的母爱瞬间苏醒了,怜悯震撼心弦,终于清醒过来。 女儿无辜呀,我生了她,就该养她,丢下女儿不管,只顾自己脱身,还能算个母亲吗? 她狠狠骂了自己一顿,决定不管再苦再难。 也要将女儿养大,被夹住了,躲无可躲,逃无可逃。 就这样,为了孩子,杨本芬跟吕医师继续过日子。 我渴望有个温暖的家,有个善解人意的丈夫,可是偏偏遇遇到一个如此冷漠的人。 有她没她都差不多,随她去吧,嫁鸡跟鸡,嫁狗随狗。 不久,吕医师分到了医院的两间平房,一家人终于住到了一起。 只是,吕医师照样对妻子冷漠无情,甚至还恶意揣摩妻子。 一次,杨本芬独自去乡下看望公公婆婆,公婆送给她一对漂亮的白鸡。 谁知,她因大意忘了锁门,鸡被人偷掉了。 吕医师知道后,脸色阴沉得可怕,之后足足给妻子看了两三个月的脸色。 无论杨本芬怎样和她讲话,她都爱搭不理。 曾经爱说爱笑的杨本芬,变得可怜巴巴,小心翼翼,她一见到丈夫就想哭,每天不停地反省自己。 鸡被偷了是我的责任,可我也不想别人偷我的鸡啊,为了两只鸡,总不至于夫妻反目吧。 一天,她终于忍不住了,拽住丈夫哭着问道,请你告诉我,你要恨我到几时。 吕医师一脸愤恨地甩开她的手。 抬脚就走了。 事情过了很久之后,杨本芬才弄明白丈夫到底在气什么。 原来,吕医师怀疑妻子偷偷把鸡给卖了,把钱贴不给了娘家。 吕医师对妻子的娘家人也没什么好脸色。 杨本芬第三胎生了儿子,吕医师高兴得手足无措。 不过,杨本芬是个有主意的人,决定忧生忧郁。 孩子只生不培养,会害了他们一辈子,三个孩子足够了,我会好好工作,赚钱培养他们。 于是,她去做了结,扎手术。 杨本芬的母亲专程赶来照顾女儿,给女儿煮了两只鸡。 吕医师没吃上,她气得将衣袖朝上一缕,指着丈母娘破口大骂。 你不会做人,你不会做大人。 前两天,她已吃了一只鸡,你都没叫我吃一点,假心假意都没有,你就这么偏心。 杨母一听就火了,一个男人怎么这么小家子气,她也大骂道。 动手术的人当然要不补身子,这鸡该归谁吃,就归谁吃。 即使让你老不吃了,又没给别人吃。 你什么有意见? 两人吵得天翻地覆,第二天,杨母就买票走了。 又有一年春节,杨本分的弟弟过来看姐姐姐夫。 当时火车站人山人海,弟弟买不到票,他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了整整四晚,才抢到一张票。 怎料最后那晚他睡死过去,随身携带的十三斤半咸肉,四个小脸盆大的瓷疤,全部被偷了。 弟弟无奈之下,只好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只鸡。 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姐姐家,还好在路上买到一只鸡。 没想到这引起了吕医师的不满,他跟妻子吵。 你弟弟从湖南来这里过年,就空手提了只鸡,算得什么礼。 吵着吵着,他竟然把锅给打烂了。 杨本分为了招待弟弟特地买的一斤肉。 就这样掉入了灶里,瞬间烧成了灰。 最终,弟弟住到大年初五就回去了。 光阴荏苒,杨本分到了八十岁。 一天,他突然宝气上来了,笑嘻嘻地问丈夫。 再过几个月,你八十八了,我八十一了,总有一天我们会分道扬镳,再不相聚,假如真的有下辈子,我是说,假如,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? 吕医师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,杨本分难以置信。 我一辈子对你那么好,怎么会不愿意呢? 吕医师不吭声。 过了一会,杨本分不甘心地又问了一遍。 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? 这次,吕医师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。 不愿意。 杨本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,内心五味杂沉。 他终于知道,这六十年的婚姻,大家眼中的钻石婚,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,只是他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。 他有他的伤痛,他有他的伤痛。 好在,晚年的杨本分幡然醒悟,不再寄望于从婚姻中寻求温情,不再期待丈夫来认同自己的价值。 他开始写作,成了一名畅销作家。 如今,83岁的杨本分陆续写了三本书,福木,秋元,我本芬芳。 被称为女性三部曲,她为自己生命的芬芳找到了喷涌的方向,从灰烬里开出花朵,在角落里绽放芬芳。 对此,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,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爱你们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